中国经济放缓 上海的计程车业也受到影响 中共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从4月底到7月底 中国约有40万人投入计程车工作 分析师认为 司机数量增长超过7% 是就业市场低迷的体现 今年7月 中共官方公布6月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21.3% 这个月更宣布 从8月开始暂停公布全国青年失业率令外界震惊 因为经过了这个三年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 比如说公司啊 小的企业呢 它可能都破产了 倒闭了 所以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就会输入到市场上 彭博社报道本来看好中国经济复苏的摩根大通 现在也调降中国2023年GDP成长预测 从5月初预估的6.4% 直接调降到4.8%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 张祺林综合报道